宇宙生命的起源 古今中外,人类不断地探索宇宙生命的起源 宗教家说,宇宙是上帝所创 现代科学家说,宇宙是大爆炸而来 那么,佛法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明白指出 宇宙森罗万象都是从心性变现出来的 华言经云,一切法为心所现 为世所变 现代哲学中所谓宇宙万有的本体 佛陀一语道破 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 既然释法界依正庄严 全是自己的心所变现 为什么会那么复杂呢? 万花筒 万花筒 万花筒相信大家都看过玩过吧 让我们用万花筒来做比喻容易体会 万花筒的内部构造很简单 里面三片玻璃镜子 三角形 把它黏在一起 里面放些不同颜色的碎纸片 静纸的时候它不变 但当我们转动时 万花筒里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变化 而且在千变万化中 没有一个像是相同的 我们的心不动时 像线前即是一针法界 好比拿着万花筒不转动时所看到的境界 但当万花筒一转动 里面变现出许多图案 这就像我们一生起妄想分别执着 一针法界立刻变成十法界六道三图 由此可以体会 宇宙是如何形成的 生命的起源为何 都是一念心动而产生的 何其自信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这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所说的五句话 最后 能生万法 这句说明了整个宇宙的起源 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所变现 与别人毫不相关 我所看到的山河大地云云众生 是自己的心线事变 个人有个人的心事重重相叠 互不妨碍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真实 真的就不能重叠 只有虚妄的可以重叠 所以金刚金云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是佛法究竟圆满的科学与哲学 自信所变现的宇宙万法 佛也常用无常来说明 无常是刹那刹那变化的意思 以电影做比喻 我们知道电影是幻灯片 放映机一打开 这张幻灯片就照在荧幕上 它没有先后 就这样出来了 可是速度很快 镜头一关 这个像没有了 再一打开 第二张起来了 一秒钟二十四张 所以电影荧幕上放映时的每张底片 实际存在的时间只有二十四分之一秒 而在现实生活中 自信所生的万法 出生速度有多快呢 佛在仁王经上说 一弹指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有九百生涅 一般而言 一秒钟可以弹指四次 四乘六十再乘九百 刚好二十一万六千次 像放映机的镜头 每秒钟开关二十一万六千次 仔细想想 电影底片 以每秒二十四张的速度 都使我们感到现象的真实存在 随着电影情节而产生喜怒哀乐 而眼前的境界 佛告诉我们 每秒钟有二十一万六千次的生涅 这就更难觉知一切像都是虚妄的了 然而 仁王经上的说法 只是佛的方便说 因为光的速度每秒三十万公里 二十一万六千分之一秒 比起光速还慢许多 佛问弥勒 心有所念 己念己相事也 弥勒言 举手弹指之请 三十二亿百千念 念念成行 行皆有事 事念极为细 不可支持 佛之微神入彼为世 皆令得度此事教化 非无事也 弥勒菩萨是法相为世的专家 佛有一次问他 起心动念 有几多念 有几多形象和心事 行指的是物质 是就是心 就是精神 弥勒菩萨回答 一弹指有三百二十兆念 一秒钟可以弹指四次 三百二十兆乘以四 也就是一秒钟内 有一千二百八十兆的念头生念 弥勒菩萨又说 念念都变成物质 只要有物质 心物必定同时存在 这么维系的境界 没有办法执着也无法想象 一想 它已经历无量的变化了 这是一切万法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思维生灭的速度 所以总结佛说二十二年的《般若经》 我们深知 宇宙之间一切万法 的确是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不但身体不可得 灵魂也不可得 为什么? 灵魂生灭的速度 灵魂生灭的速度也是一秒钟一千二百八十兆的生灭 只有灵性是不生不灭 但是灵性里精神物质现象全没有 它是能现能变 它是能现能变 精神物质是所现所变 能所是一不是二 现代哲学中所说的唯物与唯心是对立的 而在佛法中 唯心唯物是一不是二 物里有是 是中有物 这桩石 在现代科学家 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中 也得到证明 江本博士 从1994年 开始研究 用高速的摄影技术 观察水结晶 发现水是有灵性的 它能看文字图案 能听音乐 能懂得人的意思 例如 装一瓶水 在瓶外贴上和平 爱感恩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字 贴上一两个小时 然后 把这瓶水放在冷冻库里 摄氏零下五度 它就结成雪花 把结冻的水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 水的结晶 非常之美 然而 如果写的是 是战争 厌恶恶 这类文字 水的结晶 水的结晶 就非常丑陋 由此可知 从来 从来不会有相同的图案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 即使是同一个人 同样以善心 对待一杯水 做实验 但前面与后面不一样 水结晶的现象 也自然不同 从这里仔细体会 确实可以证明佛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 念念成形 行皆有事的真理 现代科学家发现 宇宙当中没有大小 在小的物质里 都含藏着全部的资讯 称之为全其理论 它是运用光波显像 发现 即使相片被撕碎成许多小片 每一张小片 也都能显出整体相片的图案 好比一个人从屋内观察外景 整个视窗 与某一小块视窗 甚至一小孔 都可看清屋外景象 效果是一样的 全其理论 为我们引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原来世界的每一个局部 都包含了整个世界 我们在华言中看到 即使是浩瀚无垠的宇宙 把它磨成无量无边的围尘 每粒围尘都包含整个宇宙 跟我们现在外面的法界虚空一样的 一围尘是部分 整个宇宙是全体 部分里有全体的资讯 全体的现象 每粒围尘里 圆满包含法界的全体 所以一切法没有大小 没有先后 没有远近 没有去来 这是诸法实相 这么维系的世界 谁能去 华言经说 普贤菩萨能去 普贤菩萨能进入围尘里的世界 一切围尘世界中 都有十方诸佛在那里半般教学 教化众生 这是佛随众生所感自然应现 而心性无穷无尽的本体 现象与作用 佛说得好 法尔如是 本来就是如此 六祖能大师所说的 和其自信本自具足 好比望巴桶里 本来有许多图案 一转动 这些图案就自然显现 并不是从外面获得的 佛陀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无非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 为我们说明白 绝对没有他老人家自己的发明创造 我们要问 为什么佛能看得这么清楚透彻呢 关键就在彻底放下妄想 分别执着 释迦牟尼佛三十岁时 在树下夜渡明星大彻大悟 六祖慧能大师二十四岁时 五祖任和尚半夜为他讲金刚经大义 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 能大师豁然开悟 六祖 六祖与世尊所悟的境界无二无别 悟的是什么呢 彻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换句话说 他们六根对六臣境界不再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自信本具的智慧 德能福报圆满显现 这就是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近代大哲方东美教授曾说 佛是大哲是圣哲 佛经哲学是世间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而今我们更能体会 佛法不仅是最圆满的哲学 同时也包含圆满究竟的科学 既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请让我们放下一切分别执着 永远以真诚清静之心 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 既然爱与感恩能变现出最美的水结晶 请让我们永远以慈悲与感恩 对一切众生包容尊重 互相帮助 人生最高的享受就从此时此刻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